今日的節目又開始了 我先借一點點的時間 多謝蘋果棟新聞那邊的特別照顧 也令到小弟的channel的訂閱數 就破了萬錄 也要多謝蘋果棟新聞的高層 和他們的記者通力合作 令到我這個報道寫得非常之好 將我寫成一個例子的故事 希望年輕人跌倒了起身 很有意義,很多謝他們 事實上我幾年前真的度過了我人生的低谷 幸好多得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總算度過了這個低潮 希望以後的日子會好過些 希望我自己繼續努力,不要放棄我的夢想 講到德國的比賽 這場賽事厲害了,很戲劇性 不過搞到這麼戲劇性 都是因為教練的路維一開始的正選陣容那裡 就犯了錯才會搞成這樣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 德國今屆世界盃第一場犯了什麼錯 那場對著墨西哥 第一個問題就是用了不懂得背著龍門做支點的天武雲拿去打正中風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那些進攻點不拉邊 要勞煩左右兩隻閘上來幫忙拉邊 直接搞到輸反擊 而亦都令到進攻是老鼠拉龜的 輸了給墨西哥那場球之後 我就叫他快點反省 如果肯定對手速度不太快 而且對手一定是死手的話 正選就請你用高比斯去打正中風 還有記得叫進攻點拉邊 誰知道路維今天來到第二場球是還未反省的 今天上半場的問題都在那裡 繼續用天武雲拿打正中風 進攻點又不拉邊 那這次呢 還要多了一件事的就叫做自由浮動 好聽點就是叫球員多點走位難聽點 就麻煩你自動波自身自滅就算了 我都說過打反擊是可以自由浮動沒有問題 但是面對密集的話就不要自由浮動 因為實在是太過高難度了 隊友有時候出現在這裏 有時候出現在第二裏 其他隊友就無所適從很難找到隊友交球 因為你面對密集的進攻空間少 你不夠時間去找隊友的 而這場球表現出來的事實就是 德國的進攻球員進攻的時候 其實是比瑞典的防守球員更加無所適從 進攻球員也都進去中間互相堵塞隊友的路線 所以最終都是老鼠拉龜的 那究竟呢 德國的教練路維在想什麼呢 我看上半場他進攻的套路一共有兩種的 第一種就是找多些人進入禁區 或者禁區頂的位置先 再用長距離的傳送上去找支點 而支點通常都是湯馬士梅拿 支點在禁區的裏邊 立即接應到交給旁邊的隊友 希望旁邊那個隊友突然之間有空位 他們一早就是塞進去禁區裏邊 其實就是想贏人數的優勢 不過呢 真是很straight forward 這個進攻 因為呢 好少得過的球員 是會做到一些突如其來 後上插入無波走位 他們只不過呢 是一早站進去深藏地帶等波到而已 只不過就是希望overload對手禁區裏邊 而不是真的呢 就是嘗試希望透過互傳互動 和突如其來的插入 去令到瑞典球員失位 所以就算一開球 是威是勢都好 但是其實呢 只是彈花一宴而已 第一個機會呢 只不過是鴨仔球來的而已 但是當你做多幾次 對手就很快適應到 德國就沒有了東西看了 因為呢 這樣做實在太過沒有變化了 而且呢 在禁區的裏邊呢 真是沒有什麼人懂得做支點的 今天上半場 那一早呢 就叫了他們是不好用 不懂得背著龍門踢球的 天武雲拿打正中鋒 英國和高美斯呢 是不是呢 好啦 那第一個進攻的套路呢 就叫做失敗了 那第二個又怎樣呢 第二個進攻套路 就是叫左右兩隻閘上去拉邊 在最邊的邊線那裡 叫尼門35馬附近的位置呢 送些直線進去給隊友 沿著禁區邊緣插入落底傳中 那他們呢 左右兩邊都試過做呢 那左邊插進去的就是 這個是迪斯拿的 右邊呢 就是馬高萊斯 那但是你留意到呢 迪斯拿和馬高萊斯的 每一次傳中呢 質素都是不好的 傳得不漂亮 找不到隊友的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最簡單的解釋呢 就是那個球 他們由這個是最邊那裡傳進去的嘛 而呢 插入的球員插入的路線 是介乎於邊線 和龍門中間的 那就是說呢 首先呢 你插進進去的時候 然後你的頭呢 就要看著條邊線先的 看著那個波 在近來的嘛 你要看著那個波 你追著那個波的嘛 好了 那等到你追到那個波呢 你才可以180度 轉轉頭 看回到禁區那邊 龍門那邊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而當時其實就已經跑到落底線 差不多出界了 那所以呢 你是得很短的時間 可以給你180度 轉轉頭 看回中間禁區裡面的情況 結果呢 那麼短的時間 看不清楚 決定不到交給誰的 全中球的質素 就會下降 很難找到隊友 但是啦 如果你給點想像力 你想想如果今天的正選 有個球員叫做奧斯爾 可以在禁區頂中間 禁區頂中間那裡 送直線給左右兩邊 六頁插入 那些全中球呢 就會好一點的了 那因為呢 就是由中間送直線下去 那左右兩邊的六頁 是由邊線插入去的嘛 那所以呢 那頭呢 就不用轉來轉去的了 那頭呢 就永遠都可以向著中間 你永遠都是最邊那裡的嘛 而那個球呢 就在你 和呢 就是禁區中間的嘛 那你由跑進去呢 就是追著那個球 在全中那段時間 你那個頭永遠都是看著 那個球 那邊呢 就是禁區裡邊 是一個方向 全看著去的嘛 那頭不用轉轉轉去啦 你有充足的時間 可以一直看著那個球 又看著中間的隊友 那你全中球的質量呢 一定會好一點的 那所以呢 今天正選來說 沒有奧斯爾呢 就削弱了落底線全中的質量呢 那不知是否真的 奧斯爾的狀態很頑皮啦 那其實今天呢 不是打來回高速球 全程都是主攻而已 奧斯爾呢 只需要禁區頂 做一兩腳靚的傳送就OK 不需要怎樣跑的 那所以他出呢 今天照計就沒什麼問題的 那而在德國防守的角度來看 你找左右後衛上去拉邊 送直線呢 就當然是沒有理 用一個禁區頂主角那麼化算 那你用主角是只需要 叫一個中場球員去禁區頂 那但是你叫左右後衛上去 三十五馬區域呢 就一共叫了兩條人 那結果呢 那些後衛上去 就提升了你被人打反擊的風險 那十二分鐘就是這樣 差點輸過反擊 那左右翼衛上去 兩個中堅抹開了 人家一劏就劏穿中間了 那感覺又好像對著墨西哥那樣 那這次呢 就是前鋒背置呢 是接近單刀的了 那嚴格來說 其實都可以說 吹過十二馬給瑞典 那事關呢 就是這個 謝老美保定 由頭到尾 都沒有碰到球 只是碰到個人 那幸好呢 就是碰撞幅度不大 球證叫做網開一面 那但是呢 德國怎麼都會出事了 那就是這個卻奧斯犯錯了 完全沒有藉口 那當時呢 其實就已經不是暫時打小過的了 根度檢就已經入剃了劉備血的Rudy仔 那人數上呢 是沒有輸蝕 是救全球的選擇的了 那這個卻奧斯這個決定呢 太過慢了 其實右手邊呢 空空如也 他都照給中間的人群當中呢 那而且呢 他交失了球之後 都沒有盡力防守回 那難道呢 卻奧斯四年前的 決賽那下 頭脫匯傳出事 但是呢 就是沒有輸球啦 那上天呢 就是要他今屆玩 那四年前呢 就是決賽那下 頭脫匯匯傳呢 其實就是沒有得原諒的 幸好沒事的 那跟著呢 我就不停說他呢 就是不夠級數啦 那之後那一年去到皇馬 其實呢 都是很多犯錯的 不過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的皇馬呢 就進步了不少啦 那越來越少犯錯啦 那所以我才說回呢 就是卻奧斯都算是世界級啦 那怎知呢 就反對世界杯又犯回這些嚴重的錯誤 這次又是 同樣是 完全沒有得原諒的啦 那落後啦 那去到下半場呢 那德國的教練 路維終於都作出了某程度上的反省啦 那都算好過有些人的啦 那有些人呢 半場都不夠膽調動 又不夠膽反省的 那起碼呢 路維也有些反省啦 那終於呢 就找了高大佬 那而且懂得背著龍門踢球 做支點的高美斯啦 那有他 在禁區裡邊 衝得撞得就好很多啦 那而最關鍵的呢 就是拉了天武雲娜落左邊的 那下半場他每次拉左邊呢 都會產生機會啦 那他呢 是不懂得背著龍門的嘛 面對密集就當然要拉邊啦 這樣才可以發揮他的速度的嘛 那他拉左邊呢 那就追翻一球啦 那47分鐘就是他拉左邊 落底線全中 那美處有馬高萊斯搞定 而中間那時候呢 高美斯其實是頂住了個防守球員的 那令到對手解不了位 那都叫做做到事的 那所以呢 高美斯又怎會不是正選啦 那你對著瑞典這些高大佬呢 那當然是用高大佬的啦 那55分鐘呢 又是天武雲娜 左邊落底線全中 差點又一顆的啦 那而呢 去到最後的絕殺呢 那個佛波 都是天武雲娜拉左邊 闖下去呢 就是搏回來的 其實拉邊這件事是很容易執行的 你叫那個人拉邊就拉邊的啦 那為什麼一開球不拉邊呢 那輸完給墨西哥 我就一早說了要拉邊的啦 今場一開球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整件事不同了 又用不著搞到這麼驚險 那如果一早就有領先的優勢 又不用搞到 就是謝老美保定這麼心急要犯規打小過啦 而如果你肯拉完兩邊的話就更加舒服啦 那所以一路都要搞到絕殺才贏到球的理由 就是沒有這麼拉到右邊啦 那加上呢 一路都不用奧斯爾啦 那就沒辦法提升到 天武雲娜左邊落底線的侵略性啦 很多時候都是要他自己扭下去 明買明買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全中球都是距離禁區裡邊 有段距離這樣斬進去呢 那就增加了高美斯接應的難度 那結果啦 一路都沒有辦法在運動戰裡邊 找到第二個入球呢 就真的要玩到絕殺啦 不過呢 講這球絕殺之前呢 大家可以留意回的 其實瑞典這方面呢 可以盡一下人士 減低輸絕殺的機會呢 你看到呢 瑞典去到93分鐘 有個控球拳的時候呢 都要把球射下去 給紐亞接住呢 去給回控球拳給德國的 這樣才會出現絕殺啦 如果那一下呢 就是瑞典的是11號球員 烏迪提並非射門 是拿著個球去國球期拖延時間的話 整件事呢 就不同了啦 不過呢 他就沒有這樣做到啦 然後呢 另一個瑞典的球員呢 就是這個 這個道馬斯侵犯這個天武雲拿 輸佛球呢 這樣才會輸這個絕殺的 那這個球呢 其實絕對不應該犯規啦 因為呢 後面還有個黃色三隊 有包著天武雲拿落底線的位的嘛 那所以在這個ViuTV電視直播的時候呢 評述員的阿余呢 是講得好好的啊 那這兩點呢 他都可以在現場一次過說出來 就幾好東西的阿余啊 那好啦 講到這一球佛球啦 那首先呢 我想稱讚呢 就是馬高萊斯的 那其實呢 他埋去那個球那裡 就證實他很想射球啦 很想處理這一球球啦 不過呢 他最後都是肯聽卓奧斯的說話啦 只是做回一個副手啦 那我想呢 當時的對話是這樣的 那馬高萊斯埋到去 那他就跟卓奧斯說 那之前卓奧斯呢 就斬過一個佛球在這個位置 斬進去就沒有著數的 那不如讓我試試施射啦 那卓奧斯呢 就應該是跟他講的 就是說 喂 你的名字叫做馬高萊斯 如果你處理的話呢 龍門就會知道你射過去的啦 那就打草驚蛇的啦 不如給我射啦 我射他未必會猜到我射 他以為我都是斬的而已 你幫我做副手 推入一步好過啦 我知道我的射術沒有你那麼好 但是如果推開一步 角度大一點的話呢 我就可以了 給個機會我將功補過啦 那結果呢 馬高萊斯都肯聽卓奧斯說呢 就踩停個球給他射啦 而這下呢 又真是時也命也的 那人場見到這樣呢 一定要衝出來的啦 那可惜衝出來呢 就遮住了龍門寶神的視線 那而卓奧斯的球呢 又夠強 那結果卓奧斯 真是可以將功補過啦 那希望呢 那卓奧斯的信心可以提升呢 以後都不要再犯那些嚴重的失誤啦 那今天呢 就上演了一場是驚天動地啦 戲劇性的世界杯比賽啦 那不過呢 對於一個教練來講呢 是絕對不應該喜歡戲劇性的比賽的 教練呢 應該是要掌握到個比賽才是的 那所以呢 總結就是 事實就已經放在眼前的啦 主公的最好效果一定是拉邊啦 擁有支點能力高美斯 和禁區頂主角奧斯爾 結構 這一個呢 就是靈形的主公組合出來 那就永遠都離不開我那些 支庭插的理論的 那這個路維呀 施主呀 盡快覺醒啦 一路搞到這麼麻煩呢 都是因為施主你的 是這個迷惘的而已 那下一場球呢 一定要大炒韓國的 這樣才有希望十六強 避開巴西啦 那所以呢 下一場一定要呢 就是正選陣容那裏 就要顯示出反省才行的啦 不要搞到呢 就是半場才來反省 這麼問水啦 不過小弟何鷹提大家 這個是 按廣告呢 就絕對不問水啦 現在呢就可以開始啦 那大家呢 記得按廣告 按廣告 彈廣告 視窗出來和播完廣告啦 那有朋友說不見廣告 就可能你電腦 裝了一個block ad的一個 就是程式啦 那你呢 就 disable 了它 關掉了它 就OK 見回廣告的 那之前大家鬆懈了 沒有去做這些事情 那小弟的收入呢 就低一點的 那大家做就好一點 那所以 記得做回啦 那小弟才可以繼續尋找夢想 繼續免費 就是跟大家呢 就提供這些服務啦 那去到呢 就是這個電腦呢 不好意思 先說回這個手機先啦 那手機那裏呢 那就是 影片的下面 有這個是廣告字眼 大家按進去啦 啊 彈廣告視窗出來就OK啦 那另外電腦朋友呢 就留意回 那影片的右邊 一直有些廣告呢 那大家可以 按下去啦 按下去啦 那另外呢 就是電腦片裏邊有Banner廣告 都可以按 影片尾不見了 Banner廣告不要緊要啦 啊 播多一次呢 在影片尋找Banner廣告的啦 那無論電腦也好 手機也好呢 YouTube都會時不時 在影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呢 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 在廣告片的裡面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位 這個是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呢 就在右上角 那就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